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逃避防贷压力 利用三百根纯原木 普手在野外打造出气派的木屋别墅 不仅利用黏土壁炉提升室内温度 还有纯实地板 大气的排烟口 就算冬天来临屋里一样是温暖如春 不走寻常路的阿丽 硬是在秋风猛烈的天气进了山 想要在荒山野岭里安个家 首先就要保证人身的安全 只见他找了一块开阔的空底 打算在这里建造基地 先用线绳划分出大概的区域 然后用铲子开始挖掘土地 虽然是个斜面坡度 但阿丽的手一张持有度 一把铲子不停地挥舞 潇洒的动作宛如一只猛虎 很快就沿着指定位置挖出四方的基坑 看着面积起码有个一室一厅 随后去一旁收集一些原木 像这种躺平的小树 早就已经被他相踪 二话不说直接进行沟通 很快就绑来一堆精壮的原木 先给树兄来套去搅置服务 直到都给包得一干二净 接着在大坑里挖出合适的小坑 每个基坑都要有个半米的深度 然后把原木稳稳地放入其中 阿丽一连安排了十来根成重度 这样注定木屋的面积不小 底部再用粘土进行填充 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以后 他继续去小溪边收集一些石头 好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让他收集起来毫无尺度 可以让他一分不花灵源到家 这些都是搭建地基的最佳建材 不过为了使其更加牢固 他要开采一些上好的黄 再配合山泉水的滋养 用来搭建地基简直是完美 就这么一层石头一层粘土向上雷起 虽然每块石头都是不规则形态 但阿丽硬是给安排的相得一张 仿佛天生就该如此整齐 由于这里是个斜面坡度 底部的搭建也要错落有致 严谨的他都要用掉线进行长平 确保每个角度都要平整 现在整个地基表面相当的牢固 就是内部还是比较空旷 阿丽继续要用泥土进行填充 为此还结了一段小木桩 来给泥土进行夯实 直到把地基夯的平平整整接接试试 现在有了结实的立柱做基础 就可以把带有凹槽的衡量精准的卡上去 让彼此衔接在一起 只有环环相扣才能相亲相爱 很快就得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基础框架 交接处用工具钻出相通的孔 再用木栓进行加固 尽管阿丽刚刚二十多 但这手艺还是没得说 对于经常看荒野建造的他 这点东西还是手马把掐 等其完成好整个架构后 继续收集来成群结队的原木 并将其进行精细化处理 使其个个都干干净净白白胖胖 等有了足够多的原木 阿丽先是在立柱上造出卡槽 这样方便后续搭建墙体 接着将原木两头刻画出损头 只要在底部铺垫好粘桶 就可以把原木精准的卡上去 为了不让木墙走漏半点风声 他又去找来绿油油的苔藓 这简直是填补缝隙的绝佳材料 就这么一层原木一层苔藓相成一起 就这样经历了三天三夜的奋斗 木屋的墙体算是彻底的完成 不过阿丽并没休息 他继续找来几根精状的原木 将其顶部削除凹槽对接在一起 中间再用横杆进行加固 就得到一个相当牢固的三角框架 三个人的爱情不靠谱 三角形的框架最稳定 阿丽一连给屋顶安装好几个 随后给屋顶安装上防水布 让顶部也能得到一层防护 为了防止其离家出走 阿丽继续用领条进行固定 这个过程看着简单 做起来也是相当的复杂 但在阿丽这里完全是手拿把架 像这种多出来的领条 直接锯掉就好 然后他加工了一些木片 用来给木屋充当瓦片 尽管看起来单薄一些 但其防护效果完全不输给砖网 搭建方式不仅看起来美乱 还能防止雨水的清洗 直到把瓦片铺设到最顶部 这才用防水条进行密封 完成好了屋顶的搭建 阿丽继续收集来石头 虽然现在还是夏季 但为了防患于未然 还是先置办上壁炉 有了黏土的加持 让他搭建起来也是得心应数 带的搭建有半个人高 阿丽给壁炉安装上铁架 这样向上搭建更加稳定 随着烟囱不断地加高 整个排烟口也不断地缩小 这样不仅能提升壁炉的温度 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烟囱都要高出屋顶才是最好 接着阿丽顺便把屋脊的部分填出好 现在从正面看有了别墅的样子 面子好了看里子 只见他收集来更多的石板 挨干净了阿丽 必须要把粗糙的地面重新突垫好 虽然每块石头大小不易 但阿丽硬是给安排的整整齐齐 从这个干净利索的手法来看 没在工地修炼一昆年都学不来 但凡少一天都做不到如此丝滑 一口做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继续采用笋卯结构 给原木加工出笋头与凹槽 并将它们手尾相连在一起 做个结实的石木窗子 阿丽按照这个方法一连安排了几个 放上去大小看起来还不错 次日一早山里白茫茫一片 随着冬天悄然的到来 白雪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 天气也慢慢的变了 阿丽一刻也不敢停歇 赶忙把窗户给安装上 毕竟想要度过整个冬天 屋里要密封的相当岩石 这火是燃烧得越来越旺盛 他顺手在屋里继续忙活起来 他把剩余的木棍拼接在一起 给自己做个结实的石木大门 尽管外部看起来没有过多的造型 但这个结实程度妥妥的五颗星 看着天色不早了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阿丽准备在上方搭建个床铺 这样不仅能节省室内的空间 而且齐木搭建的床体 躺上去也是相当的舒适 考虑到爬上爬下不是很方便 阿丽还是打算做个结实的木梯 只见他把木板两侧钻出孔洞 然后把木栓精准的对接上去 看得出来阿丽也是相当满意 当即用木棍继续拼接在一起 给自己做个上万块一套的小饭桌 虽然全程都没有用一颗钉子 但还是相当的结实 有了餐桌当然要做个餐饮 这样搭配起来才能完美 随着天色慢慢飞了下来 阿丽点燃温暖的壁炉 顺手铺垫好被褥 只干活不干饭生产队的驴都不干 只见他准备好今天的美餐 土豆洋葱通通都给稿里头 放入壁炉进行加热 都说荤素搭配干活不累 顺手再整来一块小牛排 在经过三味真火的淬炼后 就能吃上香喷喷的晚餐 至此阿丽新家算是打造完成 他终于可以安详地睡了过去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 这座搭建在大海中央的灯塔堡垒 保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尽管看起来外表破旧不堪 但经过男人两年半的翻新 完全可以当作适合居住的家 40岁的瑞恩打小就有危机感 居安思维地他决定建造一个庇护所 恰巧通过电台的宣传 让他得以盘下来一座海上灯塔 光看这个设计的图纸 不免让瑞恩非常兴奋 毕竟自己花重金买下的庇护所 当然要进去好好改造一番 这里距离陆地有个100公里 所以就要准备好一艘游体 才能穿过暗流涌动的海平面 从无人机拍摄的场景完全可以看出来 一座红色的灯塔屹立在大海中央 看起来多少有点年代感 不过离近了才会发现 外部的围栏早已经损坏 稍有不注意就会有躺板板的风险 再爬上秀极斑斑的天梯 近距离看起来比想象中好很多 就是围栏有些老化生锈的现象 最起码地面没有过于损坏 这个墙体已经被晒得有点破皮 不过看着红润的砖头 完全看不出来这座灯塔已经有百年历史 至于室内的格局 看着有个两室一厅 不过就是地板有些不堪入目 一旁的楼梯也已经晒脱鲁皮 好在主体结构保卫网 其他的并无大案 而一旁的拐角处似的杂物间 但从上面的通风口来谈 以及地下的排水系统 不难看出以前应该是个卫生间 现在整个灯塔一层的布局 算是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再来到转角的楼梯 从下往上看一共有三层 二楼的布局跟一楼差不多 除了中间的旋转楼梯占用面积 其他的还算是可以 就是二层的地板腐蚀的更加严重 想要修复也要费一番功夫 至于三层就相对比较封闭了 整个墙体已经有些裂痕 不过这对于瑞恩都是小意思 整个环节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瞭望塔 在这里可以俯视整个海岸线 而且绝对是钓鱼老的最爱 现在整个庇护所的布局了然于心 当下要做的就是先输出管道 俗话说的好要想复先修路 内部的管道也是重中之重 从设计图上看这里 应该是个枢纽区 只有把这个地方得疏通 整个管道才能通顺 随着把水注入进管道后 并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看着被塞满的污水 瑞恩只能给工具上绑定摄像头 查看管道里面的状况 经过用摄像头探测发现 管道内部被一根铁管堵上 瑞恩只能继续用工具重新疏通 带的完成好以后 隔天他就拉来了一船装备 这些都是给灯塔改造的建材 由于楼梯不好运输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绳子 像充电器太阳能板子之类的 都是当下所需要的东西 带的把所有东西都运送上来 瑞恩顺手丈量下窗口的尺寸 准备给窗户进行密封 用这种耐高温的透明防护膜代替玻璃 虽然没有玻璃平整 但透光性绝对没问题 随着用小刀给窗口切割整齐 感觉整个窗子都丝滑很多 瑞恩按照这个方式 又把灯塔四周都给安排了一遍 确保每一扇窗口都能一路均粘 随着好朋友经常过来光顾 整个灯塔的修建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今天瑞恩就把墙面以及地板重新置办完成 既然想要长久居住下去 用电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太阳能充电板 这种板材不仅内高温而且不易变性 光这几样就花去了瑞恩不少钱 现在各部门零件准备齐全 瑞恩打算把充电板放在墙上 这里是灯塔最顶部 也是吸收光源最好的地方 再把表皮的陈年污垢清理干净 就可以把充电板安装上去 至于这两块大家伙 当然就是储存电池的电瓶 每天产生的电量都会储备在这里 现在整个灯塔完全实现了用电自由 为此瑞恩特意给顶部安装几个太阳能射灯 使得自己的家在海中也能成为明灯 与此同时瑞恩又来到屋顶检测一番 不得不说真是一高人胆大 有恐高症的我看了腿脚都发麻 不过对于瑞恩来讲这些都是小事 他把周围一圈的铁皮重新加固一番 现在就这个抗损程度妥妥五颗星 就算八级台风来了也能稳如老狗 完成了好了灯塔的部分 他顺手把底部的卫生重新清理一番 让整个地面焕然一新 特别是洗手间的位置 由于之前已经疏通了管道 当下要坐的就是安排的马桶 为此瑞恩特意选择了这种坐便器 方便自己也方便家人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压周蹲 而且这种马桶还带有搅拌功能 不至于让排污管道发生拥的 看得出来瑞恩非常满意 这里离海岸线不算太远 平时驾船来到港口也非常方便 看着如此美丽的海景 应该是钓鱼佬的最爱吧 在这里可以24小时垂钓自由 完全不用担心会受处罚 请不吝点赞订阅